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2日7点58分联合报记者陈婉晶 及时报道红袜台湾野手林子伟将阵手游击赛第一场热身赛就上场练兵 路透分享红袜明天将在热身赛首战遭遇东北大学诺西斯特恩尼弗斯蒂总教 练科拉亚利科拉今天已盘算好先发名单台湾野手林子伟将阵手游击赛第一场热身赛就上场练兵 尽管打序未定科拉今天已经先一步公布明天一战的先发球员在多数主力皆休兵的情况下 由林子伟扛起游击农场排名第13的24岁肖瓦林米克肖林担任先发投手 科拉透露肖瓦林扛首场热身赛先发 由投手教练勒凡吉戴纳利文吉钦点这是他的部门他找出人选 我们问了几个调整进度超前的选手 而他们都希望能有机会赢得注意 争取到位置 还有几位选手也会在本周登板投球 林子伟去年在热身赛出赛19场 累计31打数敲出4安打 打击率紧1×29 还吞下11×3 陣 本季期望能在热身赛搅出一张更亮眼的成绩单 争取到从大联盟展开2019年球季的机会 有趣的是 曾赢得普利兹新闻摄影奖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格洛斯菲德斯坦格洛斯菲尔德 新天在红袜春 迅击地有奇想 向红袜征球同意进入打击龙拍照 获得红袜准许 而当时正在进行打击练习的球员 正好就是林子伟 看到记者拎住相机走进打击龙 林子伟的表情写满他疯了 在近身拍摄之下 林子伟将打击教练巴基特 迪巴克特所谓的球打向中右外野 终于结束这让在场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的任务 林子伟随后向格洛斯菲德坦诚 当你走进来时 我心想天啊 你真的要从本磊后方拍照吗 我很害怕 打击教练也很害怕 如果我挥空 你就会受伤 所以我只能尽全力击中球 分享 分享 留言 猎异